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值得关注呢 我觉得主要是这么三个看点 值得关注 第一个看点 主题设定 这部抓娃娃的本质还是一部喜剧 但是说真的 看完全片以后 我真的觉得这部电影不仅仅只是一部喜剧片 同时还是一部教育片 而这部抓娃娃抨击的是哪种教育现象呢 就是我们中国父母经常会接触到的一种思想 那就是不经磨难不成器的思想 更直白点 就是穷养教育 在片中 沈腾和玛丽本来是超级有钱的一对土豪 可在他们发现富养教育交出来的大儿子 这个号已经废掉了的时候 沈腾饰演的土豪老马突然冒出来了一个离奇的想法 那就是把二儿子 把小儿子带到穷苦的环境中培养 塑造他吃苦耐劳的品格 土豪假装穷人 这比真穷人还有难度 比如一开场 就有爱心企业家上门 要赞助他们家的孩子读书 还要给他们请英语老师 可是玛丽这位假穷人一出手 就把云南咖啡和亚买家咖啡都带出来了 甚至最后拿出来的还是爱心企业家从来没有见过的雪茄高熙吧 至于所谓的没有英语交流的机会 那就更简单了 土豪培养儿子的口语 最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找外交来跟儿子偶遇 不管是路边 还是买菜 只要有语境 外交随时都会出现 而在这种精心包装的教育下 小马确实成长为了一个健康 自信 才花横溢的少年 直到长大后 他慢慢发现身边的人都是经过设计的 周边的世界都是提前预设好的 等到了高考那一天 他完了一个惊天计划 这部电影 从主题上既有迎合补习班的意思 同时呢 也有储门的世界的意思 当然我觉得这部电影最后的落脚点 还是落在了教育之上 我们到底要怎么培养孩子 我们当父母的到底怎么做才是对孩子真的好 在这部抓娃娃中 导演用喜剧的方式给出了他的答案 第二个看点 喜剧节奏 为什么沈腾玛丽的喜剧电影 总是能够引起这么多观众的热捧 其实说到底 就是因为沈腾和玛丽的电影在喜剧节奏的把控上 总能一下子抓住观众的心 比如在这部抓娃娃中 就出现了很多意料之中 同时也在意料之外的惊喜 比如这么一个点 我觉得相当给力 那就是小马的姥姥 姥爷心疼孩子 在孩子生日那天专门过来给孩子庆祝生日 刚进门 玛丽为了防备亲妈给孩子带钱了 一下子就扯下了亲妈的裤腿 发现了两百块钱 就在所有人以为这个梗应该不会再提及的时候呢 谁曾想 导演这么会问 在姥姥姥爷被赶出门的时候 姥爷突然扯开了自己的假发片 从帽子里掏出一百块递给小马 这种埋坑 这种续梗的手法 真的能让人感到很惊喜 当然除了这个梗以外 片中还有一个最大的笑点 大概就是玛丽饰演的土豪了 身为土豪老婆 她是极力反对丈夫装穷的 可是有时候她也身不由己 毕竟老公随时随地都在给她买包 比如在玛丽饰演的母亲亲眼目睹儿子被人欺负的时候呢 她情绪失控 要丈夫结束装穷计划 可当丈夫新买的名牌包包 突然挂在她的脖子上时 态度一下子就变了 这个反转 这个惊喜 真的让人爆笑 还有很多很多精彩桥段 比如沈腾忽悠儿子 体育馆可以捡到很多空水瓶 本来还真的以为 这是沈腾智商报表抓住了机会 可镜头一转才知道 原来这居然是金钱的超能力 谁能想到 这位父亲为了教育儿子 居然包了场让儿子在体育馆捡瓶子呢 还有萨日娜饰演的奶奶 本来是一个瘫痪 突然成了运动健将 遇到小马后 跑得飞快的场景 都是惊喜 都是笑点 也正是这些笑点 撑起了这部电影的节奏 确实有趣 第三大看点 沈腾的演技 很多人都说沈腾没演技 毕竟多少次影地提名名单 都没有沈腾的名字 但是看完这部抓娃娃以后 我反倒觉得沈腾凭实力 证明了自己的演技 在这部抓娃娃中 沈腾有两场戏 我觉得很诈 一场戏就是父子谈戏那一段 为了阻止儿子去当运动员 沈腾饰演的父亲想出的森招是 骗儿子 说他的腿有问题 不能去当专业运动员 而在从诊所出来的路上 老马推着小马 两人谈心那一段 沈腾既把角色的浮夸表现出来了 同时呢 也把父亲这个人设有的温情呈现出来了 当然除了这一段表现外 大结局的时候 小马知道真相 沈腾身为父亲 在小马身后大断大断的对白 也相当戳人 特别是当沈腾说出 你以为你的人生被限制了 我们的人生何尝不是呢 这一段对白 真的发人深省 整部电影的主旨也在这里得到了升华 但是沈腾妙就妙在 他在正经完之后 还能迅速把整部电影的节奏拉回喜剧片的现实 比如沈腾最后一句话 那你今晚还回家吃晚饭吗 这个点真的让人爆笑啊 这就是演技 这就是魅力 确实 沈腾作为国内喜剧界的领军人物之一 其每一次的荧幕亮相都备受期待 在抓娃娃这部电影中 如果他能够凭借自己独特的喜剧天赋与深刻的角色理解 展现出前所未有的表演深度和广度 那么入围影地提名绝非空穴来风 沈腾擅长在欢笑中融入对生活的细腻观察语言性洞察 这种能力往往能让他的角色更加立体 鲜活 触动人心 同时提及片中的其他演员 玛丽作为沈腾的多年搭档 其默契与化学反应早已为观众所熟知 她在抓娃娃中的表现 无疑会为影片增添更多亮点 她的演技同样值得期待 萨瑞娜老师作为资深演员 其深厚的表演功底和对角色的精准拿捏 定能为影片贡献不少情感厚度 而使彭源等年轻演员 若能在此片中展现出自己的潜力与才华 也将是影片的一大看点 至于抓娃娃的票房前景 扩时亦无疑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目标 但考虑到沈腾及一众优秀演员的号召力 以及影片本身可能具备的趣味性和话题性 这一目标并非遥不可及 然而 电影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 接下来的档期安排 同期上映的其他大片质量 观众的口碑反馈等因素 都将对抓娃娃的最终票房成绩产生重要影响 因此 对于抓娃娃这部电影来说 能够入围各类奖项 获得观众好评并持续吸引观影热潮 将是起走向成功的关键 我们拭目以待 期待这部电影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与感动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娱乐明星 敬请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明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